而且慢慢 你們過去沒有的部分 missing part 慢慢給你補上去 搞一晃就這樣 當然會比較完整的歷史觀 所以來跟你介紹歷代總部的事件 所以你看 它在不同時代的照片 中間 我們歷史真的很有趣 中間總是出現一些 在關鍵的時候出現一些關鍵的能力 把整個台灣的歷史做一個turns 其中的就是這些危險人物 說我是台灣人的中國人 這個防潮型 很標準 一分時代的 你看 受教育的結果 在美國 過了幾次的turns 到後來 加拿大人 在美國 Princeton 神學院念書的馬接進來 到後來的日本 一分時代來重新建設 建設 建設帝國水準的情況 一部一部建設台灣 台灣始節嘛 這是第二階段 說到第二階段 我要做一件事情 我剛才講過 台灣現在聽到歷史的關鍵點 聽的人包括海外台灣哪裏 台灣哪裏 對 越來越來越 很明顯的 我們的人數跟外面的人數差很多 到目前為止 知道的人 跟人都參與了 那個比例差很多 那接下去 你再跟人家走 怎麼辦 因為現在透過網路 網路的話 是全世界的人 我們以前的學生 有從義大利來 因為透過網路看到 我們對兄弟 他們家好像是企業兄弟 非常的熱心 因為義大利 你回報台灣哪個學生 我看到他會被當埃薩斯 歐洲那一方 他住在東華的附近 也有澳洲來的 有西蘭來的 你去看我們的官網 你去點最下面 Visitor 誰來看的網路 他們有不同國家 都會出現 我現在建議 在日本的台灣哪裏 我們的數字要增加 因為 有過人比較民進的 特別的興趣 比較民進的興趣 包括日本 說到日本 最近安倍通過了 現在他是參議院 眾議院都錯過三至二 可以修憲的比例 這是很有趣的事喔 過去的日本的歷史 有一段時間是被民主黨所把持 就是極左派 左派在某種sense上面 應該講說 裡面的分子是親中 包括什麼田中政紀子啊 田中內派啊 周山啊 那些 當然啦 他們以前做過一些事情 會讓日本 落入萬劫姑父 其中一個他們想結合中國 來對付你 都跟有點輕啦 對於初級班來講 不太好 但是你慢慢去想 過去為什麼 就算政權會下來 其實他們做了很多動作 包括財政的動作 我可能要把另外一些觀念先講 因為講到財政這個又很複雜 那是高級班的課 來再幫我點到最前面 去那中間的地方 有關於那個民主 有沒有很多人 你從上面看 很多很多人的想法 比較開心 那時候 日本有一步 有一步 那個政策改變 外面的持有 大量增加中國這邊的錢 這個需要講到這麼多 來直接幫我 可以跳中間的夜宿 很多人這個地方 我跟你講 初級班不要講那個 這個還是按不下去 動不了 找人家會操作的幫我點一下 要不然這樣子沒辦法按過 好 沒關係 我繼續講 不用怕 幫你一樣可以講 那時候我講一個 那個 我們一群 在旁邊這種 就不一樣 我們後面當然有很多的智能 各個行業裡面的 優秀的人才 在後面 我們經常在討論 我們對課程內容 怎麼執行 當然有很多 美國的指導 當然 這方面資料 後 我們才可以 多清整整個 歷史的脈絡 包括 最重要的是 我們藝術長寫的一些 台灣史 整個幾冊 是很重要的一份去 所以你們初級班 一部檢查 就被 那幾本 裡面也要考訓的時候 還是知識 也製作起來 我們真的不care 你個人有多少才能 因為才能在未來的 行政體系裡面 都可以滿足 你有沒有發覺 現在 所有世界各國都有一個傾向 就是 大量的使用高科技來做 政府工作 不像以前那麼多 人工人工 以後的台灣民政府 會走在這種 所有的 組織架構裡面 走到非常前衛 但是這個過程當中 個人的產業多少 基本上 相信它的重要度會下降 反而是什麼樣的重要 你的對法律的認知 欺負心情很重要 就是你如果不懂法律 我要觀看 你是PhD 還是家裡的老人 問我嗎 所以那時候民主長講過 民主長講過 我們一旦執政之後 過去 可能學歷都不跟你承認嘛 因為你是從 毒的土壤裡面 長出來的蘋果 遲早會出問題 有沒有人幫你把那裡還沒用 不會 所以現在在長出 中國這個經濟體 可不可以用 不能用啊 以前美國也以為 在中國好好的 給它 掌握好的 會長出好的經濟體 做不出來啊 出來就是什麼 可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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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買人家公司 偷竊人家 跑去 人家的那個科技啊 結果 如果要自己做不出引擎的話 就去買人家飛機把它拆掉 引擎 裝在那裡 洞裝西裝 拼做一個新的東西出來 技術都是人家開發的 它自己本身沒有這個能力啊 那這樣的一個 所謂的大的經濟體 那會成為 整個世界經濟體的麻煩製造者 它不是一個健康的經濟環境 所以歐洲最近不是通過一個嗎 中國不是自由市場 這個 這個拒絕一出來 非常嚴重 如果中國不是真正的自由市場 它不誇了快 主要其中有很多原因 其中一個政府直接 介入 干擾 民間的企業 它會讓一些特定 所有都是計畫 在中國的世界 所有都是計畫來的 最近不是出於 什麼叫計畫 另計畫 另完成 這很有意思 計畫 中國的經濟都是計畫 所以前一陣子股市大公平的時候 如果今天 不准買賣股票 只准買不准賣 這很好笑 這表示一件事情 你跑到一個賭場裡面 被保掉 賭場老闆說 只准輸不准賺 那種賭場你敢去嗎 我進去玩我只能輸 不能賺錢 沒什麼事 可是你知道 中國的股市裡面就是這樣子 如果大跌的時候 對很多生意來 就是好的機會 會逢低進場 你不讓我玩 那我玩什麼 我在裡面只能買 那就是他們用天真的 共產主義的背景 去想自由市場 想玩這一套 真的自由市場 你不可以去Cup 這件事 你讓自由市場機制 機制繼續起起伏 起起伏 起伏 你才願意跟你玩 你如果這樣死 大家都走到要去 人家都跑去 跑去 跑去 如果國尊人跑去 那就很好笑 所以經濟 我跟你講 你們不要對中國 所嚇到 因為那是在 中國台灣當局裡面 所訴諸的媒體 幫你掛一個大點 好像中國經濟很大 其實國尊人不是這樣子 其實全世界現在 你中國這個 到底什麼時候要完蛋 還有完蛋的原因 先不講其他數據 你只講基本的概念就好 當個大量的經濟體 在成長過程當中 會興起很多的中產階級 中產階級 就慢慢的自由度就很大 中產階級要什麼 要一個平穩的社會 希望 improve 他們 life 那中產階級 不要打仗 中產階級不會被 國家的掌控能力 就越來越弱 也就是說 中國會因為 大量的中產階級長大 他的黨的那種 控制力會消落 對不對 你沒辦法在 跟 媒體 各方面來控制 這群中產階級 中產階級 會把小人送出國念書 送出國念書回來的中國人 就是中國未來的問題 他會挑戰這個現有的制度 那你只要在這種 宏觀的經濟角度上來看 他一定會有公盤 你不公盤你就要調整 就是說你體質要怎麼換 你體質不換的情況 還想維持過去這種 一黨專政的人 不能面對未來的激進行動 因為激進行動 他有很多條件 其中一個就是 完全的free market 完全自由的通訊 訊 講到通訊 東姐也快單單的例子 information的自由 很重要 為什麼 即使你政府 上任之後 我們也會堅持 一些基本的媒體的自由 不是現在這種 媒體自由 這是假的 因為他的自由 只有在充個論述裡面 自由而已 正確的進不去 我們是要真正 完全的媒體自由 那這個媒體自由的話 為什麼要有媒體自由 在自由經濟裡面 不算有媒體自由 講一個很簡單的內置 一聽就懂 你現在要買一台冷氣 下邊倒 對不對 我買冷氣 那你怎麼去選冷氣 現在就給人家 給人家 不是嘛 你會上午去查 現在這個幾噸冷氣 是我們家幾瓶大的空間 他的這個效率多少 他是不是很溫 還什麼什麼什麼 不同的各方面 他的節能標準怎麼樣 有沒有政府有補助 還是什麼 一台配工多久 清洗的frequency 那這個在網路上所有的資料 你只要一鍋一檔 很多我們的資訊就跑出來 那你就可以做最好的選擇 最後你就買一個最好的機器 對不對 那你就很高興 那越好的機器賣得越好 因為這資訊充足 越不好機器 慢慢就賣不好 合不合理 但是資訊不透明的時候 怎麼樣 不好的機器 會賣得很高的價錢 好的機器 會不會壓下來 這個會比日本經濟 所遇到最糟糕的情況 日本人做的東西 越做越貴 品質越做越好 對不對 中國的經濟是 他的東西是越來越便宜 但是品質也會相對越差 可是很多人因為價格的關係 就跑去買中國貨 所以會形成什麼原因呢 你越美越認真的同學 功課成績越來越糟糕 結果你打破墨魚做壁的學生 又賣得很好 就是過去的經濟情況 中國那種做出來的 賣了有瑕疵品的東西 世界到處都在賣衝刺 你越過越台灣人 人家就開家電影 你都是中國貨 台灣人一開心很高興 喔 它很燙喔 我們同樣一個公圖 一半月都要拿到那幾千塊 那幾千塊 二十塊就有了 那現在也這樣做 你也不行 你回家用 喔 我不如不可以 那現在台灣人 因為這段時間才學乖 我來就好給你這個意思 燙是這個意思 社會不好賣 就這樣子 很簡單的嘛 當然要經過幾十年才學 現在沒有人要買 寧可花多點錢 沒好的產品 車子也一樣 那現在 這叫做消費者習性的改變 那透過什麼 就是透過一個市場的機制 這個市場機制要維護起來 就要透過資訊的透明化 要不然人家吃虧 你知道嗎 你一定要自己買來 才去試才知道它不好用 那個損失太大 但是如果今天網路人 要一爆料 你一聽話 他就不去買 以後的資訊透明化 就會讓做得好 努力的人得到獎賞 做得不好 不努力的人 就得到懲罰 只有這種機制 整個自由市場機制 才可以運作完善 人類才會往上爬 不會往下沉淪 你如果用中國這個系統 就會往下沉 不會往上爬 所以它變成世界的獨草 不是沒有原因的 那會形成這樣的欺騙文化 作假文化 剽竊文化 就是來自於它文化的部分 還在中文化有時候會在做事情 你在一個專制系統 你只好用這種方法才能過關 以前就是樣板文化 大家都要做面子 不注重實質上的問題 但是西方國家的這個體系裡面 注重是實質上 硬碰硬的文化 你要在那裡 硬碰硬 就是西方這種文化 我們台灣民進化這關團隊 在華國比較逼到 鼓 小鼠 因為大家要在同樣的遊戲規則上面 來小鼠 我們講的話內容 如果是對的話 馬上再進到國際媒體 馬上進到美國的法院體系 你如果說我承認 比如說要衝聯合國 從中華民國民意 你衝幾千次幾萬次 我有保證跟窮民意 因為你要有辦法錯 他自以為是 但是剛才米津露 只要講對法理 砰一下衝到頂 衝到西方去 衝到聯合國去 我們要愛你進聯合國的問題 就是在告訴你這件事情 當大家人聽過路 照法理來的時候 世界到處都走得通 不會拿著 要裝模作樣 那都被人 那這個 這個其實它背後再講就是文化 人家領導人 他會對我人文化 拆下了 他會想說 會有這樣嫩整 還是別的方法 還是送紅包 會讓人目的達成 這就是文化的部分 這個 這個我們上過 你們以後 初級班之後 要上高級班 高級班之後 再上專訓 我們分配不同 有一部分人會去當參議員 綜藝員 我們還是有一個選舉制度 但是是在某種協助 因為這是美軍佔領下的一個項目 不是 這樣就簡單了 拜託要做民進部的政府官員 你們認為人民最大的參加處 你當民進部的官員嗎 你覺得人民最大的 如果 覺得人民最大的 按下去 有沒有 不覺得 你不是要服務的人嗎 那會覺得人民最大的 同意嗎 有人同意嗎 一同意就中計了 為什麼 你今天來當民進部的官員 是因為人民選出來的嗎 不是 那誰給你權利 美國軍政府底下的 台灣民政府 授權給你來當官員 所以我們的制度是從 上而下 不是下而上 過去 你們都把你選這套裡面 是下而上 對不對 人民最大的 你怎麼看 人民最大的 你如果沒有人 人民支持 你怎麼怎麼樣 怎麼 告訴我 到尾 我就給你看 我講一個照片就是 當你講人民最大的時候 你們以後要管的 這麼多人 欸 你們隨便一個人要分別 要二十萬人 這邊只有三十萬人 二十萬人 二十萬人是真的兩倍 有沒有 叫你去管 你怎麼管 你如果覺得人民最大的 你知道人民最大的 是什麼意思嗎 你到底誰最大的 你說阿嬤 說阿嬤 長輩嘛 你知道嗎 賣賣四歲 不是說 家裡最大的 有啦 家裡是倒過來 笑子嘛 笑一遍 不是 正常的環境 最大的就是 長輩 因為他有定義 做判斷 他說了算 所謂的最大的意思 他說了算 不管什麼的 討論到最後 他說了就是定案 叫做最大的意思 你如果 動議說 二名最大的意思 是什麼意思 他說了你要聽 對不對 對吧 當你講說人民最大 你如果 經常把這句話當真的意思 就是說 以後人民說話難聽 相比來 這邊有三十萬人 六十萬人講話 你要聽 你要聽什麼 就胡說八道 對不對 所以這句話等同形容虛側 要給你騙票 那樣 因為大部分民代表 到時候給他當選的時候 怎麼會是誰民最大嗎 當然是當初把他支持出來 給後面給經驗人最大 對吧 所以他最後一定去 你不要黑白鎮 紅白鎮 一定是去那個 比較大的 比較大 的 頂 不會照片 的 弱勢團體一定 消失掉 他聽不到 最後誰最大 他自己最大 因為沒人可以管他 等到下一任 四年以後再說 這四年之間我最大 我說了算 就是這個意思 啊台灣人 沒有嘛 可以這樣賠償 所以民主制度是什麼 是授權的機制 不是一個管理的機制 什麼意思 這句話 你得選喔 什麼叫做 民主機制是授權 不是管理機制 的意思就是說 你一間公司 民主制度如果是好 的話 公司要用選舉來決定 好 這個行事會放在這裡 給大家投票決定 投票一下子 來投票 投票決定 生產什麼 給大家投票決定 如果是這樣 你的國際打算不夠 出去打擊也是 誰打成功 誰打好 誰打那個 給大家投票決定 沒有啦 沒有人在玩 那為什麼不能這樣玩 因為當你去跟人家競爭的時候 在拚贏的時候 你一定要最有效率的情況 跟人家打拚 那所以這個世界上 越民主國家 越沒有效率對不對 像希臘的話 是不是很民主 民主到一個地步 大家都當公務員 大家都發薪水 花到後來大家一起看 就這樣子啊 這樣不是 希臘不是 大家都把國家所有的人 當公務員的人 比例增高啊 因為人家聽人民的聲音 人民說 我就要過好一季 你就把我們過好一季 就好好的 跟人家 最後要一起分盤 整個國家分盤 所以民主這個觀點 什麼叫民主 你要想清楚 或者要做什麼樣的調整 所以它是一個授權 把權力給出去 給什麼 專業的 對我們有些官員 當了市場之後 說 以後我們的標案 全部公開到我們路上 讓大家來投票決定 又是一個不負責人的錢 如說八道 一般的人 我平均是上班的 不會有 我平均會回來 給我告訴你啊 我哪有時間上網 還要去看你的案子 是誰在標 我還要監督你啊 不過因為要吸乾啊 你就是專業經理員 你就給我當市長 你就給我當 你就給我請一個專業團員 把他組起來 那才做個好的統治者 不然你叫你來做什麼 你回去做儀心的好 那不是你幹的 所以難怪到最後 一開始人民 很紅心耶 一陣子都把你嘴巴都沒 沒力搞出來 搞得要真的面對現實面的時候 碰 又掉下去 最有效益的團體是什麼 我跟你講軍事團體 你去看全世界最有效益 任何國家最有效益是什麼 軍隊對不對 劃搞的搞 劃走的走 當個民主社會裡面 有些災難太大的時候 沒辦法處理 是軍隊介入 沒有 秩序也好 清理也好 台風過 那也軍隊 勃走的走啊 那這樣的支度 才能夠跟其他國家抵爭 我不是叫說 你會要走回這條路 只是說 你們要搞清楚 什麼叫做效率 什麼叫民主 為什麼要有民主 因為 一個國家如果要形成的話 他權力一定會來自於任務 他需要一個機制 他會權力集中在少數人手中 才能執行管理的任務 管理罪 為什麼是軍隊最有效益 你知道嗎 因為軍隊是在玩命 其他人是在玩錢 大不了宣告擴展 但是玩命的人 不能宣告奧係 對不對 所以軍隊是在玩命的時候 軍隊效益一定要最有效益 才可以當軍隊 那軍隊組織是怎麼樣 一定從盪而下 最上面權力最高的上面 他要分門下來 權力都從下面 小兵來決定將軍是誰 那都亂掉 沒錯嘛 越厲害的人經過這個機制 會到地 你如果第二厲害 就到第二位置 普通人就說 我就這種能耐 我就做到這裡 金字塔的結構 最有效益 像軍隊一樣的結構 如果一個精彩不夠 好幾個小精神講 這方面搭配 那是這樣來調整 Hierarchical 這個英文字叫Hierarchic Hierarchical 還有另外一個概念要帶進來 我只有幾分鐘 以後他要用我的系統 叫做Module 就給你們聽聽 Module就是模組化 模組化我舉個例子 政府的機構裡面 如果模組化的話 會計單位 我放到哪裡都可以 因為你沒有SOP 這整套系統就是模組化 今天我不管你是地方政府的 會計系統 我把你搬到中央政府 一樣給執行 這個模組化 因為你的功能都是會計 要你的單位都是會計 政府組織每個單位都是institution 都是一個獨立的單位 一旦是模組化 他該進來的諮詢 跟出去的諮詢 都是控制 你這單位 誰可以從誰接到MD 就是那個單位 你出去下輪到哪個單位 就是那個單位 中間不會有狗兵打槽的事情 可能聽不懂 沒關係 以後慢慢 你們上的科技單位會講 更多有關組織結構論 因為以後是完全 電子系統化 電腦化 很快就可以掌握到 兩個人的資訊 如果是這樣的話 藍民紀錄的成員 需要每個人都去驗高 不用 比較能力很強 忠心 所以我們要的是什麼 對法律很清楚 美國跟我們講兩件事不要做 第一個 不可以宣布台獨 不可以走台獨這條路 第二個 不可以走共產主義 所以一般要知道 對 第一個我們在法律上 我們知道 善於抑爭主權 流亡政府 不可以接地合到 第二個 在台灣民政府發展的未來 第一個 不要走 什麼 共產主義 不可以宣布台獨 對不對 這基本觀念 至於你個人的部分 你要注意幾件事情 其 兩性關係 現在 你還講 不光是良性 通勁關係 都是很危險的事情 你要當官員 我們鼓勵的是一個 正常的家庭制度 當政府官員的時候 錢要很清楚 你知道 我們以後唯一是死刑的偏險 當官員如果貪污的話 那最恐怖的事情 是有一個不死刑 你如果心裡沒有準備好 不要來民政府當官 貪污就是死刑 然後另外一個是 兩性關係要非常清楚 因為你現在看 所有政治人物 out的人都是錢有問題 日本也是 美國也是 還會是男女關係 出身分 法國例外 法國好像 男女關係又有問題 還繼續當他的首相總理 但是正常來講 在台灣民政府是沒有這樣 因為我們是大日本的帝國體系 不會脫離太遠 在日本的系統裡面 這個也會重視 你看 日本的官員 一旦他們馬上下台 東京烏茲寺 不是嗎 或者他們哪個官房長官 或者官房長官 哪個大臣 做錯什麼事情 只要牽扯到這些資金上 動線不停 上套 這樣人民才會對你有信心 所以台灣民政 在某一方面 我們法理站很穩 另外一方面 我們個人 也要把它做得很好 讓人民不為難控 所以我們 這基本上定調 這邊的民進行 從各方面都能講得很清楚 今天時間差不多 我課送到這邊 然後 然後 來接下去 看 那個平行關照 我們千萬人來表演 我們感謝 我們感謝 到三個人 養師跟我們 養獎 謝謝一下 謝謝你 上課前三個鐘 就位 謝謝 謝謝 謝謝